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运会进入最后倒计时 作为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的王一博 第一时间为运动员们姻缘打扣 中国女足挺进 东京奥运会决赛的那一刻 是不是无比的激动呢 这个消息足够振奋人心 体育精神带来的拼搏不放弃的精神让人动容 奥运会即将到来 现已进入了最后倒计时 这次我们同样看到了 作为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的王一博 也是身体力行 为运动员们助力加油 王一博如今作为东奥会文化推广师者 同时携手品牌代言赞助商 共同为奥运助力 让流量转化为正能量 让全民参与到运动中来 这是一份正能量的宣传 更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传递 敢拼敢赢不放弃 在这条路上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 不惜于力地做好了一名推广大使的责任跟担当 这个推广大使果然给力 作为东奥会文化推广师者 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中国冰雪运动文化推广大使 他自己本身更是一名滑板滑雪爱好者 更是身体力行 让滑板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常驻主持的节目天天向上中 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滑板的技巧 而且还开设专门的滑雪主题 邀请奥运冠军亲民 为我们呈现了滑雪滑板的乐趣所在 参与录制了滑板推广的节目极限青春 让我们娱乐的同时 更好地推广了滑板运动 让自身的影响力来推动体育项目的发展 王一博做得当之无愧 同时 我们纵观王一博的各项代言 都是跟奥运与体育运动息息相关的 中国联通合伙人 烟金啤酒 碧浪 联想中国 中国平安等 不得不说 这个助力大使 果然像他说的那样 让流量配得起正能量 这是他未来的选择 最近王一博携手合作的联想中国 更是携手中国短道速华国家队 跟冬奥文化大使王一博 推出了助力奥运 一起强大的主题宣传标语 让中国的体育运动 跟中国的品牌一起 走出国门的同时 也可以一起变得强大 强强联手 让中国力量发扬光大 中国联通更是冬奥会的合作伙伴 作为品牌合伙人的王一博 更是首位联通的全线合伙人 冬奥会的推广使者 梦幻联动 让助力奥运的力量最大程度的推广 这才是王一博最好的选择 用自身的力量跟影响力 更好地传递出体育的精神跟魅力 让全民参与到奥运跟体育运动中来 除此之外 王一博更是让自己所代言的品牌 都能够参与到奥运的助力姻缘中 各种的福利活动 让大众受益的同时 也关注到了奥运中的项目 这个推广大使 真是做得称职啊 这份正能量的释放 你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了呢 为这个C时代的代表点赞 为运动员们助力加油 王一博尽照发福变胖 格知变胖原因 粉丝纷纷大赞其太敬业 近日 王一博代言的某品牌发布了新的宣传物料 视频中 寸头亮相的王一博显得格外的清爽干练 还展现了一段热血的舞蹈 元气满满 不过 王一博似乎比之前胖了不少 脸都肥了一大圈了 原本清晰的下额线也都不见了 这样显得眼睛更小了 不仅脸肥了 连他的肩膀和后背都感觉厚实了很多 侧脸来看 感觉脸上两块肉肉都快跑出来了 跟之前代言的照片相比 差距也太大了 从近段时间参加的节目来看 他确实胖了 脸颊和下巴上的肉都很明显 这应该不是拍摄角度问题 确实比之前肥了 此前 王一博在圈内是出了名的瘦 1.8米的身高还没有60千克 高高瘦瘦的 在舞台上竞歌腊舞 很受欢迎 而作为爱豆出道的他 身材管理很重要 可以说是一胖毁所有 看到发福的王一博 确实也有不少网友开始质疑他了 还怀疑他是不是胖了20斤了 记得之前王一博曾在节目中透露过 自己如果胖就会心胖脸 所以拍戏时也不敢多吃 如此自律的王一博 为何现在会突然胖了这么多呢 得知变胖原因后 不少粉丝纷纷表示支持 大赞其太敬业了 原来近段时间他正在拍摄新片维和防暴队 在片中饰演维和部队军官 为了更加贴合片中人物形象 进行了增机体能训练 看起来比之前壮了一点 加上寸头造型 才会给人胖了很多的感觉 在前几天 还有网友曝光了王一博与黄景瑜 张哲瀚等合作的演员在一起打球训练的照片 各种训练肯定是少不了的 变状也很正常 其实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为角色增机了 早在拍摄警匪缉毒剧《冰与火》的时候 他为了让饰演的警察有更阳刚 也是进行过体能增肌训练 从刚拍摄好的主流剧《理想咒要中国》中来看 他出演的黄浦第一期才蒋千云皮肤有黑 体格建硕跟之前小鲜肉的形象大为不同 对于演员来说 为了角色增肌或者减肥都是常有的事 但是王一博是走流量路线的爱豆 身材管理对自己太重要了 形象要是不好的话 分分中掉粉 而他不顾形象 也要拍好角色 这一点真的要给一个大大的赞 毫无相包袱 不过明星变胖后 在减肥下来就跟玩一样 本次们也不用太担心 爱豆胖了之后影响颜值 尤其是他还是圈内出了名的运动达人 赛车滑板 跳舞等都玩得溜溜的 还很自律 减肥不是多大的事 希望王一博主演的几部影视作品制作 都能给力一点 别辜负了这么努力的王一博 大家说是不是呢 王一博新剧曝光 看清电视剧题材 即将进进新领域 王一博在影视方面的资源 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 出演了众多影视作品 目前正在北海拍摄首部主演的电影作品 可以说是备受期待 前不久裤子的年度会议曝光了不少 有关于剧集方面的新物料 据透露王一博将出演人文纪录片 我的时代和我二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若是属实 这算是王一博开辟了人文纪录片这个新领域了吧 我的时代和我第一部 是在18年上映播出的 一共是有十集 主演阵容也是非常豪华 像一样千玺 泰国强 杨子琼 陈坤 杨丽萍等艺人均有出演 而第二部是隔两年将再次进行拍摄 而主演的阵容除了王一博 还有朗朗 谭圆圆 胡爱玲等艺人都将出演 原文纪录片这个题材的影视剧 在市场占有的份额非常小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观众是从来没有触碰过这个题材的作品 所以邀请一些顶流艺人来带动大众群体还是非常重要的 像一样千玺出演了第一部 当时也动员了不少观众观看 而第二季则邀请了同样是顶流的王一博 王一博似乎也同没有出演过人文纪录片 虽说作为演员也没有多长的履历 但至今也出演了多部高质量作品 饰演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相信在纪录片这一块 王一博也能够很好地把握住 另外这部剧纪录片邀请的出演嘉宾 不仅是娱乐圈的 像运动员谷爱玲也将参演 这样一看这个嘉宾阵容并不比第一部的差 现今也只是开始阶段 后续还会有一员加盟 相信第二季的我的时代和我会成为爆款作品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